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鬼谷子 肺腹极贵的九种面相 最后一种最厉害 能碰到就是走运了 拥有贵气的人分为三类 上 中 下三品 有贵气的人试图早晚都会顺利 如果在他们飞黄腾达前与之相交 那感情会更为深厚 一 下三品 下品的第一种长相 脸上的颧骨有稍微有点突出 而皮肤带有光泽的人 这种长相的人会得到九品的官位 大概就是咱们现在的公务员了 下品第二种长相 是两眉旁的颧骨 稍微向外突出 比两骨正的人 这种人看起来就是正派人物 可有八品的官位 第三种是颧骨带棱脚 并脚平缓不突起的人 这种人也不错 可以拥有七品官位 等于现在一个县区的县长 也很厉害了 中三品 中品也同样有三种面相 一是额头中间丰满又端正 看上去 这就是一种比较有福气的长相 这样的人可有六品 中品第二种长相是额头骨头明朗 拳骨高 这个也一样 一看就是当官的 可有五品官 第三种是印堂宽阔之人 也就是额头宽 说明他的路也比较宽 这样的人可有四品官做 三 上三品 最后是上品长相 第一种是头上有龙角之像 意思是头上有两个不明显的坑 这是长龙角的地方 是很富贵的 有三品官可做 第二种是头顶很高而且很深 这种也可做二品官 最后一种最厉害 是面相饱满 颧骨分明的人 这种人有帝王之像 乃人中贵族 人中龙凤 可做一品之官 更甚至可以做皇帝 说是以后的国家领导人 也未可知 如果你有运气 碰到这种面相的人 那是你很大的运气 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总是遇到以上这几种面相的人 我也遇到不少大富大贵的 人中出类拔萃的 也的确就是这种面相 发财的面相有了 就不得不提命中无财的四种面相 他们天生穷相 赔钱破财 一辈子劳苦难富贵 一额头低扁 额头的形状 在面相学中 确实承载着个人早年运势和财运的象征 额头低扁 且有凹陷的人 可能会面临一些先天条件不足的挑战 导致做事缺乏长久性 倾向于追求短暂的享乐 而不愿意付出长期的努力 这种人可能会寻求一时的快乐 但最终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他们的财运可能较差 运势也不够顺畅 很难赚到大钱 即使努力工作 也可能只能依靠基本的体力劳动来赚钱 一生都需要心急劳作 但命中缺乏财富和富贵的可能性较大 二 鼻子有疤痕 在面相学中 鼻子被视为财博公 代表个人的财运和家庭的复原 如果一个女人的鼻子出现疤痕或不完整的情况 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包括家庭财运的破坏和生活中的不顺利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家庭财富的流失 生活中出现一些不好的征兆 甚至影响到丈夫在事业上的顺利发展 因此 从面相学的角度来看 无论疤痕出现在鼻子的哪个部位 都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三 两腮无肉 面相学中 腮骨与牙骨的状况 被认为与个人性格和运势有关 如果一个人的两腮无肉 下巴尖靴 整个脸形成倒三角 据说这样的人性格比较貂酸 缺乏爱心和同情心 主要关注个人利益 不顾他人死活 他们可能会为了金钱不择手段 但内心却缺乏宽容与慷慨 表现出一种贪婪的态度 像守财奴一样 如果缺乏谋生的本领 他们可能一生贫穷困苦 难以立足社会 生活在温饱的边缘 无法获得财富与地位 四 全骨肩耸无肉 从面相学认为 全骨的形态与个人的权势 财富和官运相关 人们常将全骨比喻为官运 因此 全骨长得好的人 更容易成为高官 一个良好的全骨面相 应该是微突且饱满 有肉包裹 展现出强大的气势 这样的人官运通达 但如果全骨肩耸无肉 或者高突 那么这样的人 可能性格过于强势 显得飞扬跋扈 心机重 即使身边的人 也会小心翼翼 可能会影响家庭生活 生活状态不佳 在面相中 圈与圈尼谐音 因此 全骨削薄的人 在事业上 往往难以取得 较大的成就 缺乏气势 财运也相应较弱 这样的人可能自视过高 不易与人相处 命运比较艰辛 家庭运势不旺 也难以获得良好的财运 家也不兴旺 财富也不丰厚 双目无光眉稀少 面相学中认为 双目无神 无光 无精 通常被解读为贫困 精神贫乏的象征 这种面相暗示着 缺乏灵性和聪明才智 也反映了天赋贫瘠的特征 如果再加上眉毛稀少 表明心智不够敏锐 普遍被视为一种粗俗的特征 这样的面相 往往难以获得富贵的眷顾 因为缺乏精神力量和智慧 可能导致贫穷的命运 6.鼻梁弯曲鼻带肩 在面相学中 鼻梁弯曲被认为是心术不正的象征 这种特征暗示着一个人可能不诚实 心怀不轨 虽然外貌可能还算不错 但内心却存在着欺诈和不端的倾向 然而 相学也认为 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人们的所作所为 终将会得到相应的报应 即使目前还没有显现出来 如果再加上鼻子带肩 表明这种人可能虚伪 缺乏真诚和朴实 他们的行为往往偏向于自私 因此 这样的人很难获得长期的富贵 因为他们的内心不正直 行为不诚实 难以得到他人的信任和支持 7.全鼓无事而又反 在相学中 全鼓被认为是权威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如果全鼓没有隆起 这可能意味着 一个人在社交圈中影响力有限 他所说的话很少 有人会听从 因为他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权威感 此外 如果全鼓的特征是 耳朵又高又突出 这可能表明 这个人比较倔强 不易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甚至可能不懂得进取和自我提升 因此 这种面向 可能会限制一个人的发展和成功 使他难以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 8.话不由衷眼由离 话不由衷形容一个人说话口是心非 言行不一致 缺乏真诚 而眼由离 则指的是眼神不定 不愿与人对视 可能暗示着一个人缺乏诚信 心怀不轨 经常耍心机 至于印堂以上至起身之处 凹凸不服 额纹紊乱 两侧日月角无事 则可能意味着 一个人命运起伏不定 缺乏坚定的人生目标和规划 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而难以取得成功和财富 9.人中平斩鼻漏翘 人中是纸上嘴唇中心的凹陷部位 如果人中没有印痕 而是扁平的 可能预示着个人的运势不顺 生活困难 主要是因为个人自身的努力受到了限制 如果再加上鼻子漏翘 意味着财运不佳 很难积累财富 不过鼻子漏翘的人通常心地善良 容易与人相处 10.地格肩薄 下巴肩薄的人的运势 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 因为在面向学中 下巴被视为个人财富和事业的象征 一个肩薄的下巴 暗示着财富积累能力的不足 可能意味着个人经济状况相对较为困难 然而 面向学并不是命运的唯一决定因素 而是一种潜在的趋势 尽管面向可能给出一些提示 但个人的努力和智慧同样重要 因此 尽管下巴肩薄的人 可能会面临经济上的挑战 但通过努力工作和正确的决策 他们仍然有机会取得成功和财富 而婚姻的选择 也不应仅仅基于面向学的解读 而是要考虑更多因素 包括个人品德 人格特质 以及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支持 不过面向于人只是命 你争不争它就在那里 如果你有了上品的面向 你总归要自己努力 不能让它高高悬挂 你知道你有好命 你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得来 说到底 一个人能否成事 能否成功 最终看的不是面向 而是自己的努力拼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